在亲友的见证下 穿上白纱的新娘和先生步入婚姻 她就是国民党立委 徐晓鑫先生的姐姐小明珍珍 脸说不是吃美食 就是推销自己的公关活动 一场场看起来很专业 先生也放满工作照 夫妻俩很努力工作 却整入诈骗洗钱案 前同事还曝光她过去职场的黑历史 徐晓鑫大姑夫妻党 现在双双都被羁押进了看守所 起因是大姑的小学同学 开设过广播节目的灵性网红 警方调查假投资案的时候 发现车手收的款项到水房转账 沉进了网红的公关公司户头 不法金流两千七百万元 而且徐晓鑫大姑夫妻党 就是公关公司的幕后黑手 不只提领还挪用赃款 甚至指使林姓网红处理金流 对话截图存证成了关键铁证 两个人被裁定积压境界 而徐晓鑫的大姑也被查出 有小额捐款给民进党 林姓网红也有捐一万多元 给民进党立委吴佩议 其实不只证据现金的问题 徐晓鑫的大姑当时跟陆姓女子 合开公司 也爆出大姑的先生 杜姓男子在脸书呛瞎 甚至还演变成跟踪恐吓 案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 这对夫妻党过往被放大简式风暴越演越烈 华氏新闻撑不到